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样任嘉伦的人生有了无数种可能 每一种可能都被他努力做到了极致 别人是一专多能 而任嘉伦是全能 这样的技能加持也让这个男人更多了几分自信和把握 所以他的职场可以让 因为他有能力让自己获得更多 也可以去争取更好的机会 面对职场或者朋友竞争的时候 任嘉伦也可以洒脱放手 全能就是任嘉伦底气的来源 而这些底气全部都是来自于他不眠不休的拼命努力 二 真诚加坦诚 职场需要真诚 人生更需要真诚 任嘉伦一直给人一种非常真诚的感觉 无论是面对工作伙伴 还是面对粉丝 或者是朋友 无论是镜头里的他 或是镜头外的他 始终给人非常率真坦诚的感觉 这样的任嘉伦其实并不是傻 只是他更愿意选择去面对去坚持 这样的傻反而给人一种大吃若鱼的感觉 有一种知识故而不识故的温柔和从容 或许是因为曾经失去的太多 任嘉伦看上去更加淡定 不争是他对人和事的态度 努力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这样的努力和不争让任嘉伦反而可以收获更多 或许他有自己的坚持 但他的坚持和固执并不相同 沟通是一切美好的前提 与人相处的不变法则 即使彼此的意见不同 他也不会急着去反驳 而是选择认真倾听 任嘉伦的温柔有他自己的力量 任嘉伦的好说话有他自己的原则 不盲从不经意改变自己的初衷 这样的任嘉伦温柔里始终带着淡淡的坚定 诚如当初他的婚恋问题 他也可以选择隐瞒 相信也一定会有公司的领导或者业内的同行给过他这样的建议 毕竟刚刚有了名气就曝光婚恋 对于一个艺人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和损失 这样的行为可能已经被很多人把他画进了傻的行为当中 但任嘉伦仍旧坚持了 不欺瞒粉丝 不隐藏家庭 这种不把粉丝当傻子 不拿粉丝当韭菜的行为 让他反而收获了更多的人品粉 也让他以后的演艺道路走得更加顺畅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喜欢任嘉伦并非喜欢他好看的外在 更多的是喜欢他这个有趣的灵魂和高尚的品格 这样的任嘉伦才可以真正的横行无阻 用自己的品格和能力为自己开路 他的人生想不一帆风顺都不可能 任嘉伦的兴趣不说再见即将上线 还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给予关注 相信任嘉伦的作品一定会是一部非常值得去追的好剧